各位觀眾大家好 真實中國 今天跟大家講一下特朗普的新班底 這個班底真的令到我覺得非常可笑 有懷疑的性侵犯 管理司法 另外一方面 電視的主播又可以管國防 被中國制裁的就做國務卿 這些部署 令到我覺得有點彼而所思 中國當然有後發的優勢 什麼後發的優勢呢? 待會跟大家深入寶石下 節目開始的時候請大家訂閱大衛尚的頻道 留言點贊 分享看廣告 感謝大家支持 李先生你好 你好大衛尚 很特別呀 這次美國的情況 有什麼看法呢? 沒什麼看法的 反正美國歷屆政府選了出來 都是分病仔的 現在特朗普是用顛覆性的手法 令美國再次偉大 不過他那個 顛覆性的手法 令別人提笑皆非 我們就拭目以待 是不是珍害領美國偉大 還是 由特朗普帶領美國 由第一變成第二 第一變成第二? 我擔心他連第二也做不到 你這樣搞下去 這個鬥爭其實非常得人驚 我自己的感覺 尤其是他班底的人 當然裡面有很多很厲害的人 聽說財金官員那裡 也是曾經玩過 英國 日本 但是呢 這次到現在的佈局 我覺得 他似乎是想做皇帝的 是不是? 做不做皇帝 我不是很清楚 不過他自己很清楚 就是我猜他是有心做些事情的 就是看見現在美國整個國家這麼懶 和現在美國的制度 和司法 和行政 混亂 和行政 真的浪費得很厲害 就是他有心的教好美國的 不過做不做 做不做到就另外一馬事 就是有時候可能他想錯了 就是他沒有說做皇帝那麼誇張 罪得到他想做 特朗普集團的頭 就是他壞一就沒有人夠膽懷疑了 你看看今天那個 Rubio 將來準備做國務卿那個 拍馬屁 全部都是馬屁精 他的國員就是這樣 沒錯 這個很重要 全部都是馬屁精 全部都是要他信得過 還有聽他指示的人 才可以做得到高官 整個文官體制就玩完了 你不需要有經驗 你懂得拆就行了 總之下面的人都懂得做 那就OK了 但是我真的看到 盧比奧你都上來 你有沒有搞錯 我本來 想著特朗普都有一點點 思考能力 或者是判斷力 他應該會選一個 比較中性的人 去對待這個外交的事務 但是國務卿 在美國政府裏面要排第四位 這個那麼重要的職位 你給一個這樣的人去做 你是政治酬庸比較多 還有 你是要 令到這群馬仔 全部都聽你的話 你沒得玩的 你就等於令到整個美國 就玩完了 所有的體制都崩潰了 會不會是這樣呢 李先生 他現在是要美國 再次偉大 首先要令到美國的 官員體制才崩潰才行 大衛sir 如果不是的話 他怎麼去改革呢 對 沒錯 但是這個改變實在是太可怕了 是嗎 盧比奧 不是普通人 給我們中國制裁 給特區制裁 這些情況 其實 你是不是不想跟中國談 其實我覺得他 這次他找Rubio來做國務卿 其實他做不做得倒下去呢 我都是打問號的 好像國防部長 找個時事評論 找個主持出來做 司法部長 沒有案例 曾經被人起訴的人 做司法部長 就是匪員所思 找一個完全沒有 不是外交系統出身 完全沒有外交經驗的人 去主管 國務院 也是匪員所思 不過我想 最危險的都是台灣 你知道嗎 咦 為什麼台灣最危險呢 被人賣好像已經預算了 是不是 為什麼呢 請問一下 為什麼呢 其實盧比奧 一向是支持台灣 又支持新疆種族滅絕 又支持中國人權 很差 又支持南海 那裡有水菲律賓 其實特朗普都很聰明的 為什麼他旁邊跟一個 馬斯克 我想 將來 盧比奧 有關涉及到中國的問題 可能就不需要他管 由馬斯克負責和中國打架 你信不信 如果這樣 他就只是副總統 不是副總統 是助理總統 不如設計 不如設計總統 給馬斯克負責 不要叫他做 那個考慮部的負責人 很特別 用馬斯克去搞 不過馬斯克之前也做了一件事 就是提醒 有些供應鏈 就不要用台灣 你快點搬廠 Tesla那裏 我就不要用台灣 那是不是代表 彎彎玩完呢 李先生 我猜 美來四年 中國和美國是至關重要的 因為已經鑑於 特朗普現在的官員的配置 全部對華英派 不過他就把馬斯克弄出來 好幾分鐘走過街頭 都會被人謀殺 你信不信 我信啊 我真的信 你這樣減 其實動了很多人的娛樂 你不單止動了那些 複合體的 娛樂包括醫療 金融 華爾街 還有 軍工複合體 這些組織 一定會動你的 還有 你怎樣去減肥 其實炒人是最快的 我們看到馬斯克炒人多厲害 整個靠差當年的Twitter 其實一炒 炒了80%的人 你這次的玩法 你與全世界為敵 與全老美為敵 會不會呢 不會呢 不過 Elon Musk 他有成功經驗 那個Ex 由8000個員工 減到1000多個員工 但是他的效率比 之前8000員工 更好 賺錢更多 你又不能說他不行 為什麼我說台灣會危險呢 鄧雅Sir 因為 Elon Musk 一向都是 叫 美國政府 承認台灣是中國的 還有 要把台灣 揮回中國 不要插手 那麼多東西 所以 我就說台灣危險了 為什麼呢 他一定呢 他當然是期望 由Elon Musk 和中國 用一個很好的條件 就出賣了台灣 就選手了 無謂搞那麼多 你看看這次的 珠海 那個韓展 中國就利用這個契機 Show call 給你看 現在我夠膽說 現在中國的軍備 根本大部分 都先進過美國 今次還有什麼能打 大位Sir 這個當然是 我們看到有戰鬥虎 戰鬥狗 戰鬥狼 戰鬥師 這個 我們說的機械人 其實 美國怎麼想得到 你怎麼打 還有重心又低 你想打擊他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還有 你現在用單兵戰鬥那麼簡單的一件事 去玩 你哪裏可以上中國 還有 我們看到波士頓公司以前所做的機械 現在全部說不行了 玩不了 因為成本太高了 又容易漏油 所以現在要重新再研發 究竟 美國現在的科技是怎樣的 相信大家看到 是完全不行的 我們看到我們的 殲35 殲20 越來越厲害了 老美有什麼新機出呢 完全沒有 我們的引擎用回自己的引擎 速度又快 更加可以看到我們的防空 和電子戰的技術 無人戰機的技術 其實已經是領先很多的了 雖然我沒有 珠海在韓展現場看 但是看起來 這次如果真的假設 我們要進行一個武力的統一 我覺得 贏就贏硬了 但是當然我們不會這樣做 另外一方面看到 台灣的 地區領導人也說 我有信心 台美之間的長期以來的夥伴關係 建立在共享的價值和利益之上 將會繼續扮演 區域穩定的基石 並且為雙方全體國人 帶來更加 昌盛的 經濟繁榮 我覺得 沒有可能 哪有可能 會達成這樣的願望 特朗普 出賣了你 差不多了 反正你不值錢 現在還有些錢可以值得的話 不如賣了你 賣了你彎彎就更加好了 會不會呢 我想 不是夠膽打包 射包單 未來四年 Elon Musk 和特朗普兩個聯手 出賣台灣 我想也挺肯定的 為什麼呢 怎麼賣呢 為什麼呢 因為Elon Musk 大部分利益在中國 Elon Musk 他如果來上海設廠之前 他差不多破產的 因為在大陸 在上海設廠的第一間廠 令到他起事回生 和現在變成一個世界首府 另外現在他儲能 現在你不要只看他 X 和Tesla 但是他另外還有一件 非常厲害的生意 是儲能 現在又在上海設廠 就是那些速電池 儲能 將發電儲存進去 就是 低潮的時候 半夜的時候 將電都買了 高潮的時候買回來 這個業務呢 他現在在大陸那裡生產 就將那些電池賣回美國 其實他這次這麼厲害 去支持特朗普競選 就是 落足錢 支撐他出來 他一定有原因的 還有呢 老實說 大家都做生意人 譬如說他有什麼政治訴求 或者沒有幫助中國政府 或者他為了討好中國政府 勸特朗普 不如把台灣做個順水人情 未必是沒有可能的 不如我分三份的身家給你 你搞定他 你落到台北大把錢 都有可能的 你不要說 沒有可能的 這個有機會 說真的一句 因為他在中國的利益 的確是極大的 還有 如果他不跟中國合作 其實 他怎麼算好呢 就回到美國 但是對於 馬斯一來說 我覺得前一陣子 他做一些動作 令到我覺得 比較驚訝 就是一直一直推遲 Tesla的 新型的汽車出來 不斷做場show 給大家看 Tesla還有工作 大家千萬不要覺得我沒有工作 我就會繼續研發新能源汽車 但是看到他這次 會不會有機會吃除之味 因為他拿了兩億 結果Tesla整個股票的價值 就增加了二三千億 這一點 很可怕 他會不會變成特朗普的走狗呢 我真的有點擔心 中國這裏 我說真的 我做了這麼多年要賺幾千億 其實也沒那麼厲害 我只不過 在這裏努力了幾個月 拆一下特朗普的鞋 市值已經增加了三千億 我冒虛 也行 不會再冒實 我就擔心這件事 李先生你覺得怎樣 可能大學先生你弄錯了這件事 不是 Elon Musk做了特朗普的走狗 是特朗普做了Elon Musk的走狗 這一點很特別 為什麼呢 請教一下 因為Elon Musk是世界首富的嘛 你用中國 好像 美國現在很在乎失業 以及用人 如果Elon Musk 特朗普在做無人自動駕駛的出租車 你想想在美國會不會受歡迎呢 如果是不用人駕駛出租車 那做出租車的那些司機就全部失業了 今天是不是全世界都犯你了 如果Elon Musk他真的想要做無人自動駕駛出租車 如果真的做得成功 要去落地 是不是一定要在中國做 你想想 沒錯 就是我所有 全世界 那個所應用的科學 如果不是中國落地 不是中國做那麼大的市場 你是沒辦法做一成的 因為很多時候可能美國你說 美國首先為什麼做不到 它沒有5G網絡 肯定做不到 怎麼做自動駕駛呢 你教我了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一個 涉及到要令到很多人失業 就一定不行 在美國就一定不行的了 就是無論那個國家 返回反貧都好 甚至是不先進都好 它都不能夠給這些東西發生的 第三個 Elon Musk大把錢 那沒事的 剛才我跟你說 我跟特朗普談談 到時候你幫我搞定任何事情 到時候你不要搞我那麼多事情了 我私底下 我台底下 我分三成股份給你 就是你退了才慢慢給你 你殺不殺 你威敵都四年而已 四年之後你沒有了 但是你想一下 Elon Musk的一萬億美金的資金 我給你三千億美金 你動不動心 你做不做他的走狗 這個也有機會 有機會 不過首先要看看 特朗普先生 川建國的想法是怎樣 他會不會建立他自己的 後序的帝國呢 他的兒子會不會出來選呢 曼斯又怎樣呢 你有權 當然有錢 特朗普 我想都是很想賺錢的 老實說以自己的利益為主 如果反過來他聽了曼斯的話 我相信對於中國非常有利 這一點是認同的 但是呢 對於曼斯一來說 我想他接下來怎麼做呢 就是一個關鍵 尤其是我們看到現在 砌了一班所謂夢之隊 有些西梅說 華爾街日報說 這個是夢之隊 是不是夢之隊呢 我不敢說 我不敢說 但是我只好肯定 這個應該是一個發夢的團隊 基本上是 是不是 李先生 你想想大衛sir 自古以來在中國 遠到雙央 近到現代 有誰提出改革的有好下場 大衛sir 這個 沒有好下場 基本上 所以基本上玩完 人民反對 這個對 這個對 對 是 是不是 你說 你說他夢之隊好 什麼隊好 現在那個班底就很奇怪了 他現在是 不知道用什麼邏輯 組成一個這樣的班底 去顛覆美國人的想像 去嘗試 令美國強大去推翻 美國的傳統的價值觀 和傳統的行政 立法的方法 我不知道成不成功了 或者可能有機會成功的 美國人有時候都很奇怪的 就像我跟你說 現在的財經政策 不要說反人類 這麼誇張 是反正常的 現在 他下一步推出了 現在就說 特朗普交易 現在的美元指數 薄命升 因為他 將來要增加關稅 令到美國的通脹率高 就不會降息了 這些邏輯都成立的 現在美國 那些交易員全部買的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股市升 個個就OK了 但是問題是 你這麼高息 你美國的社會 整體的社會 那些人 能不能捱到呢 不知道 但是問題是 他另外一樣 蓋過來說 我減你 income tax 令到你收入增加 其實邏輯混亂到 我都說現在 哈佛商學院那些 那些 諾貝爾 那些 那些經濟學家都不知道怎麼去評價 現在的經濟政策 我不懂得說 現在整個經濟政策 我覺得 很難去 預判的 因為 財政部的 部長 這個提名還沒有出來 在我們錄製節目的時間 中 11月14日 如果出來 應該都可以預判 他將會怎麼做 很明確地 我們知道 現在美聯儲 鮑威爾 不會 換啦 耶倫 基本上就換硬了 他都表示 不是很想做 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看到 美國現在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 股市很好 經濟 是好的 但是失業率 是很高的 人民 有一部分人就已經 處於一個貧窮線了 而且這個貧窮線 基數也很大 所以大家期望特朗普上來 去搞定 有關就業的問題 或者 新界的問題 這一點 我覺得是特朗普現在所要面對的事 當然特朗普首先第一件事 我要處理一個移民問題 但是移民問題是不是那麼容易解決呢 我就覺得 不可以說難 但是也不可以懷疑 但是內部的期望 應該會有半年的蜜月期的 你半年都搞不定的話 那就很糟糕了 而且他的債務實在太誇張了 你整個政府的開支 真的搞不定 其實 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我覺得特朗普需要想想他 才會成功 你講到債務對他來說是沒有問題的 他現在奉行是 高通脹高增長 當他的債務對GDP的對比 如果GDP薄命在這裏成長 他的債務對他來說是沒有問題的 大約上 因為我們想多了 是 OK GDP不斷增長 但是 增長是虛的 會不會呢 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的 現在都是虛的啦 現在美國的GDP都是虛的啦 不過沒有問題的 問題是現在 好像現在美國本土的人呢 真是 很奇怪的 現在呢 就說 就業率增加 這個是事實 但是問題是增加了什麼人的就業呢 是那些藍領 低收入的階層 增加就業 好了 他為了進一步增加的就業 降低的失業率呢 他一定 頭兩年他做得很好 他不是說一些非法移民 令非法移民沒有事情做的嘛 那些人就聘用了正常的人回來做工的嘛 失業率會進一步下降 現在他們做的那些事情的想法呢 你不要以常人 的頭腦去想他 總之他想得到的事情呢 你是沒辦法想得到的 那真是OK啊 如果你說你藍領的工作可以讓他做回 但是我有一點擔心 大家知道現在的非法移民的工作呢 通常都比較基礎性的工作來的 以及一些 是一般美國人 不願意做的工作 例如我們有看到很多 保姆 或者是清理一些比較 污衛的東西的工人 那這些工人 其實為什麼會請非法移民呢 因為他們有賺錢 這些人工當然很高 但是對一般人來說 似乎他們做這些工作 會不會 有些抗拒性在這裏呢 我想請教李先生 抗拒不抗拒呢 按照美國的習慣呢 譬如說做一些 就是燃戶性的工作 包括倒垃圾啊 掃街呢 那這些你不要小看 這些你要進去做都很難的 你不要小看這些人啊 你知不知道啊 如果你在郵政局裡面 你不在裡面 你不在裡面 選擇包括 那些人 如果開夜班 做了20年開夜班 你都沒有資格出來派包裹 那些是順工來的嘛 因為那些是很順工的 第一不可以炒你 第二個人工高 第三個可以 那份職業非常之穩定 他不可以炒你的嘛 人工非常之高 所以一個郵政局啦 一個倒垃圾啦 掃街啦 還有做些燃戶性工作的那些 你不要小看 那些工是非常之高人工的 在美國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的 其實進入到去 譬如說你說去倒垃圾那些 很高人工的 很多人羨慕你做那種工作的 大學Sir 哦 原來是這樣 但是那些工作呢 是 是不是屬於公務機關的工作呢 還是私人呢 一些些 倒垃圾那些應該是熟的 還有掃街那些是熟的 掃街那些都熟的 所以現在美國 所以現在特朗普提出 要將幾百萬個聯邦僱員 要 要不知減薪 要減低30開支 那我想這件事 很挑戰啦 那如果現在特朗普的思維 是當了美國是他的特朗普公司來的 現在他是治理美國的那個模式呢 所以剛才你看見他那個組成的那個管治團隊 這麼奇怪 因為他不當美國是國家 是當了他的特朗普私人公司 是特朗普集團的了 那你任何人要做什麼 才問過他 如果他不OK 就不OK的了 就算是司法部長也好 那他說要你 就看美國的司法啦 就是要你不要搞其他東西啦 不要政治報復啦 你只是維護美國基本的司法制度就行了 那你不是照做的 如果你不照做就炒你了 所以你說美國民主 我就不覺得民主了 為什麼總統的權力這麼大的呢 是不是 就是說選得出來 選你都是五成多些 另外那四成多不同意 那為什麼你會有這麼大的權力 你說怎樣就怎樣 炒就炒 那個國家怎麼行 什麼方向 什麼方向 所以你不排除他 真的說出賣台灣 一點也不奇怪的 我覺得出賣台灣 已經在出賣了 內部的問題 都很嚴重的 因為你有那麼多的公務員 你為什麼要求他們減薪呢 或者是炒了他呢 你炒了多少公務員呢 那些公務員肯定和你死過啦 怎麼可能放過你呀 這個是很嚴重的問題 因為基本上現在有60%的 公務員 都是有公會在撐的 那這60%的公務員 已經可以玩殘你特朗普的了 剛才李先生說的概念很好 現在是 特朗普的集團公司 正式再次啟業 又再來過了 那這次的動作會比 特朗普1.0的時候 更加大 那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看到 對於 內部來說 我們先說回內部 因為外部 實在有太多東西 包括怎樣玩外國 那些情況 其實有很久談的 那內部既然是這樣 民眾的撕裂 會不會越來越嚴重呢 李先生 一定的啦 你看一下這次的選舉 就算你現在拜登做到 現在國家的充分就業 通脹率又下來了 股市那麼輕旺 那美國人都不滿意 全部 總統的位置都沒有了 然後參眾的控制權都沒有了 那美國人就用腳來投票了 就是說否定你民主黨 你現在共和黨重新執政了 那我就看他怎麼做了 現在傳統共和黨以前是跟大的資本家合夥的嘛 就是他是維護大的資本家 但是現在不是的了 但是他現在改變了 當他 找盧比奧做國務卿 已經是看出了 已經知道他是用心 已經知道他的後院不穩了 現在要找一個 一個古巴銳的人出來 就是南美 北美那邊的後院已經不穩了 就是比中國畫船腳畫太厲害了 所以現在要找一個這樣的人出來 來穩固一下 後方 大衛說 後方沒有說過 譬如 秘魯的前海港 已經是 要開了 現在由前海到上海 這個寒度 其實是很省錢的 特朗普他們尤其是 我說整個美國 無論你民主黨也好共和黨也好 一直都當南美 不是 什麼正常的國家來的 只不過是我是附庸 我喜歡怎樣對你又怎樣對你 北邊有加拿大也是一樣的 其實兩邊的玩法 對於特朗普來說 其實他想找回那些票員 我明白的 這是絕對明白的 但是他很難做得到 因為他們窮了太久了 現在像中國 好像比較多 李先生 是啊 其實中國是沒事的 其實這個世界的人都知道 中國只是做生意 什麼意識形態 輸出的價值 完全沒有 公平公正的和你做生意 你借錢當然要付息 如果我和你做工程 我就派人過去 因為你不懂做就教你 中國就真心實意為南美國家 不只是為南美 就是為全世界南方國家 貧窮國家 令他們改善 經濟環境 改善基建 改善人民的生活 但是美國輸出的 這個 那個所謂投資一定是有前提的 又要你什麼民主自由 等一下又有很多條條框框框着你 然後呢 附帶條件一大堆的嘛 就是跟著又要搞定你了 跟著又要 進一步 就是要顛覆你的政權的嘛 所以 很多現在 以前和美國合作開的落後國家 現在個個都醒了 就是不會再跟你玩的了 所以 現在美國 就是覺得自己 更了不起 就說 我可以幫你做得把口嗎 你自己國內基建 都搞不定 又不會做 只有港字 所以 現在好像 剛剛我看見一篇 一篇評論員文章說 美國對中國 第一步 失去的優勢 就是失去的優勢 就是軍事開始 是 沒錯 軍事的優勢 真的失去了 美國已經沒有了 那第二步是什麼 想請馬力三 第二步 第二步就是經濟 哦 OK 你想想 你想想 軍事優勢沒有了 那別人以前怕你 就是一個軍事 一句不對就 派飛機派戰艦過來打 第二個就是經濟 經濟來 現在美國最殺死 美國的小系統 還有它 有錢 但當中國一樣跟你平起平坐 譬如說中國輸出它的錢 去幫人家搞建設的時候 那是不是間接了 如果真的OK 如果南方國家不要模仿中國 就是跟著你 中國那種做法 去做的話 如果它成功了 那就是你所謂西方民主有什麼普世價值 就是破產 以後提起中國就是富強 提起西方那個 所謂的民主 就是落後 那你以後誰說民主呢 大卓先生 這一點是這樣的 但是有很多 東南亞或者我們說 全球南方的國家 其實都是擁有一個選舉制度的 除非它把選舉制度 撇除了 不玩了 那就 可能可以受到美國 更加少的影響 現在當然我們 跟美國一邊是平起平坐的 那大家知道民主的問題 尤其是最近我們看到印尼的新總統 先訪問中國後來訪問美國 他跟美國說話 就是極盡殘味之能事 不斷在這裡擦 特朗普的鞋子 其實有意思嗎 我覺得有一件事是很麻煩的 因為過去幾十年裏面 都是受到西方的所謂選舉政治的影響 所以很多領導人 其實都面對著一些選票的壓力 我怎樣去選 令到民眾會選我呢 這個 我想他們現在 都是要考慮一點的 當然啦 我們中國的輸出 很多的資金 人材 去搞建設 是真的搞得很好的 這個是絕對的 老美也失去了軍事優勢 經濟優勢 當然失去了 但是 意識形態的輸出 我覺得對美國那方面 都是他的強勢 目前來說 當然遲考我不知道 可能突然有個大轉變 大家覺得這套制度也是不好玩啦 我們當年 我們中央中國政府 其實都遇到這個問題 幸好沒有跟著西方去做 不然現在就會混亂了 香港特區不能說 由來已久 97年之後就一直這樣去做 覺得西方很好 這個情況很難改變 但其實怎樣改變才好呢 我想請教一下李先生 有關這個選舉的問題 是的 選舉的問題 其實我自己覺得 我一向都不同意西方那裡的選舉制度 因為我覺得最不公平 最不公平就是 候選人產生那裡 如果真的要公平選舉 第一就是不能夠有政黨 不能夠有利益團體的 第二個要每一個 那個出來 就是真的能人出去選 在國家每一個人 大家平均這麼多錢 是不需要 去 就是去眾籌的 就是要別人捐錢 一旦有捐錢 就需要利益 就一定是有後續的 囚容的了 那你說 現在中國的制度 好不可以呢 就是說現在那種 中國不是說完全是沒有民主 在黨內有民主 但是不是全中國人 一人一票選出來 但是一個好處呢 就是確保這個是精英 精英才跑得出來 所以這個很大分別 但是美國呢 好像現在特朗普支流那些 會喊有好 會有金柱幫他 就OK了 就可以出來了 這些是兩個不好的制度 如果給我自己選 我現在寧可選中國的制度 因為為什麼呢 確確實實 中國共產黨 經過三十年 將中國由一個 一窮二百年 吃都沒得吃的國家 變成一個全世界 現在他自認的第二 其實差不多是第一個經濟體的了 就是這樣說 那你說 這個成就 真是全無古人後無來者 戴維尚 是 我認同的 因為呢 經過李先生和昌叔的 那個教誨之下呢 我們中國共產黨的選拔制度 我是有一點點理解 不可以說很多 因為實際的怎麼運作呢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未曾經經歷過 亦沒有看得那麼深 但是呢 中國的選拔制 我覺得是 很優勝的 外面呢 是有人大的選舉 政協的選舉 兩方面其實都很值得我留意的 為什麼有人大代表和政協呢 這個就要研究 香港的以前有些前官員就不太理解 什麼叫人大 什麼叫政協 我就覺得他們應該 好好地深切了解一下 現在內地的整個體制 究竟是怎樣運作 而呢 將香港的體制 就稍為做一些 改革 這個改革要深化的 使我們可以培養到一群精英出來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剛才李先生說到一個重點就是 如果你現在西方 你所有的民主 就真的絕對不可以有金錢介入 尤其是我們看到之前 很多的中國的一些企業家 想干涉 我們國家的 政治 例如馬雲 這個例子也舉得很多 但是 搞不搞得怎樣 完全搞不定 你什麼人啊 你資本家來的 資本家好地賺錢 貢獻社會 你就不要搞政治 政治應該由我們自己來搞的 因為如果你說 你政治被資本家去玩的時候 他只會為自己個人的利益 去做更加多 馬斯克這次我們看得很清楚 馬斯克真的在這次選舉裏面 第二大的得益者 最大的得益者 當然是特朗普 第二大的得益者 原因就是他採賺了多少 如果他純粹為了賺錢 這一點 是一定的 利益團體我覺得 不需要 而且體制裏培養出來 我覺得是更加好的 因為 看到的嘛 我們看回中山 深圳 上海這些 你就知道 喂 這個優秀的公務員 真的不少 而且大部分都是黨員 整個選物制 我覺得是值得西方去學習的 習近平主席 也在今年初 已經跟 全世界政黨講一講 分享我們的 成功的經驗 這個證明我們成功了 對不對 李先生 是呀 你說中國 中國固自然的國家大 十幾人後 肯定有不完善的地方 這個是肯定的 還有 肯定 共產黨裡面肯定有害群之馬 貪腐一定有 但是問題是 大衛上中國現在的環境 那個處境 我想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很多人擔心 好像最近有時跟別人聊天 特別本土 特別大陸本土的人 就是沒有出過外的 那些人 不知道看了什麼文宣 就是覺得對現在大陸那個很擔心 經過我一番講解之後 他說 哇 即時 就是茅室遁開了 他說為什麼 我們不認識這些東西 我說你當然不認識 因為你在一個這麼狹窄的地方 你只能看到 眼前的一畝三分 就是整個國際的形勢 整個中國現在的國家的實力 你都不了解 那你就盲目 在這裡悲觀 所以 中國 中國現在很厲害的 大學sir 你知不知道現在中國政府 找到另外一條路 去 去做生意 以及去支援 那些南方國家 你知道一條什麼路嗎 大學sir 不知道啊 李先生 就教於你 請教一下 最近中國政府不是在沙特發行了20億美金的國債 就是國債的呢 是 就是用美金計較的國債 那你知不知道它的含意是什麼呢 含意是什麼呢 它首先用美金發行中國政府發行美金的債務 第一 它是 買 即是美元 你現在發行的債務 將來 五年十年之後還 那是不是就是 買 買死你的美金會貶值呢 就是將我現在 拿了錢 將我還少一些嘛 是不是 就是 到你貶值嘛 第二個呢 中國政府呢 這次是 空手套白狼 怎麼做呢 它在沙特 因為沙特大壩的美金儲備嘛 那它用在沙特那裡發行美金的債務 然後拿到那些美金呢 就是幫南方國家 哪個債務有危機 欠了美金的國債 就是欠了美金的債務呢 它用美金幫你還了債 然後在你那裡拿回資源回來 是不是就是空手套白狼啊 喂 正啊 這一點 正啊 但是選沙特去做我覺得很有智慧 是不是 真的美元很多啊 不是 不是 大家有需求嘛 因為沙特 沙特有很多美元 使不出去嘛 那你中國要用發行美元的債務 沙特就給你美元 接著你 中國第一還債是 還物給它嘛 就算還人民幣給它也沒問題 但是中國拿到沙特的美元 是跟全世界的南方國家 誰不行我就幫你還債 你給回物資給我就可以了 接著你給回物資給我 接著我可以又把物資又製回產品又賣回給你嘛 那這些是閉環是不是很厲害啊 是不是想出來的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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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覺得很厲害 還有 如果你發行了美元債 那我自己感覺到 中東就 幫中國手處理一些高科技 或者AI的問題 因為我們一直受到老美打壓 那這些美元債呢 其實對於沙特和中國的之間的交易 其實是很棒的 這個不知道會不會呢 一定的 那這次他為什麼不發行其他債 沒有發行美元債呢 因為現在其實很多的 全球南方國家 好像都說很多國家 為什麼這次是沒有發行過 就是沒有 就是美國加息加得那麼厲害 沒有金融危機 沒有那些 主權國家債務 其實中國是利用美元 幫他們還了很多債嘛 就是中國手上當然啦 有幾萬億美元的 我會儲備啦 那加上 他儲備還儲備 又用你 既然美元印出來那麼多嘛 我就發行 美金的債務 拿了你的美金 就幫人家還債 跟著拿回人家的 那個物資 那其實是一個 那個幣還 這件事情 第一個又幫了一些人過了關 第二個人家當然很感激中國 第二個中國生產了物資 又人家很樂意幫你買啦 就是又找到那個出口的 那個貿易那個渠道啦 所以為什麼現在全世界140個國家 是中國 第一大貿易夥伴 就是這個道理啦 就是中國真的做了 做了很多好事嘛 就是 誰有問題的 我就幫你還啦 所以現在美國對著中國 都站在那裡 沒有辦法 那你說不同意中國這樣的做法 那你到期的 那我幫他還債務沒問題而已 是不是 就是你現在 發行的那些債務 很多美國都是私人公司的嘛 那私人公司說 喂 那他有錢還給我 那你美國政府出什麼聲音呢 所以現在有時 西方的體制 你對著那些資本家 你都沒有話說的 因為當時競選的時候 你是靠那些人捐錢的 所以你有時 做得太過分的 那他 你現在說多強 好像拜登 好像特朗普 好像特朗普 始終是雙人話事的 戴卓sir 對 沒錯 那這一點呢 我就覺得李先生說得很對的 那我們幫助了世界很多國家的忙 解決了他們不會被美國收割的危機 那商人呢 就當然看到這件事 眼都凸了 喂 你用國家資本跟我玩 我不夠你玩的 可以怎樣做呢 所以現在世界銀行 或者是 我們看到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其實 都是對這件事上 對中國甚有微言的 但是中國不理他 你可以怎樣做 你可以這樣做 但是我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去處理和解決問題 還有 為什麼 我們看到中國好像是好發先至呢 我覺得這個是最主要原因來的 因為我們朋友真的很多 所以有很多工資就說 喂 我們中國不應該幫那麼多 這個全球南方的國家 但是這個我覺得 不認同的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朋友多 所以才可以對美國的霸權 是不是李先生 是啊 其實呢 你現在好像西方 很多人說 我們跟西方做生意 不要跟那些 窮貴做生意 你跟什麼南美 等下有 其他那些南方國家做生意 很辛苦的 賺那些錢 跟西方做 跟歐洲做 同樣有錢 做生意 賺錢多 又快趣又行 其實不是的 如果你的這樣的思維 你已經是自己死了的了 因為現在你就算美國說 要跟中國打貿易戰 第一個出來反對就是Elon Musk Elon Musk說 你加了60%的關係 你是不是傻了 他說你美國的通脹怎麼搞 他說你以為打得倒中國 打不倒的 因為Elon Musk最好呢 他自己有工廠 現在是在Tesla旁邊建的 全世界最大的儲能工廠在這裏了 就是生產的儲能電池 第一 運到美國 運到其他地方來安裝儲能的嘛 所以他很清楚中國的實力去哪裡 還有中國的產業鏈的優勢在哪裡 還有中國的科技水平去到哪裡 所以他很多時候 現在其實很多時候 特朗普的政策 他第一個站出來反對的 但是你說特朗普夠不夠膽炒他呢 一定不夠膽 為什麼呢 始終來說 Elon Musk一個是有頭腦的 資本紅厚 他真是有料的嘛 那個X炒那麼多人 現在的效益比那個時候 機構臃腫的時候 所以現在為什麼會叫他做這樣的職位 就是要減低聯邦政府的開支 所以就是這個原因了 所以 看看美國會不會繼續強大 不過我想很難的 你想想 中官看回以前中國 以前中國由三百萬的 由陸軍為主的 三百萬的軍隊減到一百萬 鄧小平當年這麼強 都要搞多少年才能搞得到 何況他的威望 震得住人 Elon Musk在 聯邦政府裡面 在根本政府裡面 你完全是沒有根基 完全是沒有人物 我不知道他怎麼搞的 特朗普先生 我就同意李先生所說的 你要搞 你要做變白 你要做改革 其實有誰很下場呢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為你動了這麼多人的娛樂 你要去做 你說你兩年之內要搞定 怎麼搞呢 我真的看不到有什麼機會可以搞定 如果要搞定 我真是唯有風里為神 戴著頭盔 因為實在 我覺得機會率很低 我想也不夠1%可以搞定 另外一方面 我們看看 彭博社在11月11日就說了 中國今年的貿易順差 可能創新高 令到 我們全世界都看到 中國 是太誇張了 因為以今年的速度 將會達到 接近1萬億美元 這是貿易順差 我們看看 前10個月的貨物 貿易順差 是升到7,850億美元 來創下同一時期 有史以來的最高水平 按年增加是16% 如果今年 達破1萬億 我想 全世界都要震驚 但是 會不會影響 中國 和其他國家的 最后貿易 我想請教李先生 我肯定不會 中國現在是遍地開花 以前集中了 和西方的強國 和 和有錢人做生意 但是現在中國不同了 和中國二、三十年前的貿易 和現在是不同的 以前中國二、三十年前的貿易 主要靠那些 以前叫做三來一保 就是通常外資 進入中國設廠 然後由他們出口出去 中國的工廠全部是外資的 民營那時候都很少的 現在不同了 現在中國主要出口是靠民營 中國現在的體制很有趣的 好像國家的企業 國企主要做一些壟斷性的 民生的 和做一些不賺錢的企業 不是很賺很多錢的 一起來賺很多錢 好像銀行 就是壟斷性的行業 但是出口那一塊 和出口那一部分 和現在中國做高科技的 就是那一部分 大多數都是民營企業的 所以現在中國的 就是產業的 那個均衡度就比較好一些 當然了 現在國家都說 很多高科技的投入 就是明知是可能要 頗長的時間才能賺到錢的 那些就由國家投資了 就是國家的資本帶 還有它是很多壟斷性的行業 賺到錢的 就可以補貼過去了 所以你說擔不擔心中國的貿易 我其實是不擔心的 就算你說美國 加中國8.60個的關稅 都沒有問題 為什麼呢 那不直接跟中國進口 中國就運去第三個國家 第三個國家換個牌子 就運去美國 只不過中國就肯定 出口的貨物是賺10% 那美國就兜個圈 就加多10%再買中國的貨品 不過那個牌子不是 Mick Insider 就這麼簡單 在其他地方進口 因為我們都是當出口的 這些 還有現在就有西方就說 說你外需很厲害 外貿做得很厲害 因為價錢便宜了 但是出口多了 這個出口量的大幅增加 其實有些評論員就說 中國的整體經濟 是在依靠出口的增長 內需就疲弱 我就覺得現在內需好像 不是太疲弱 尤其是新車的銷售 其實都很厲害 還有 買樓的人很多 你說內需是不是疲弱呢 我覺得不是 還有我看到最近 我們中央有一個指定下來 就是要各個省市 搞好 大家的內需 令到大家 不斷去提振消費能力 那你覺得中國還不做得到呢 李先生 想請教你 我說絕對做得到 因為為什麼呢 首先說 現在要解決中國內需 其實你解決兩個問題 可以了 是 房地產 肯定就已經可以了 不過問題呢 速遞回彈 甚至有政策幫助 就慢慢一步一步地 上來 其實都是一句 就是說一句 我不要跟你說一句 如果資產 如果不升值呢 在全世界 包括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 都是行不通的 為什麼呢 只有資產升值 才能夠令到 那個國家 令到人民覺得自己的 錢是耕耕 還有才有價值的嘛 但是現在中國政府不希望房地產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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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會有價值的 那些人 都不會有價值的 20年升一倍也好 現在中國有幾百萬的國有資產 20年之後又多幾百萬億了 很厲害的 第二個股市 現在你看中國 我觀察 最遲應該是明年 春節前 最早出下個月底 上陣應該是4000點 深陣12點 沒什麼走機 如果當這兩個指標通過慢慢慢慢的股市增長 但是對於這兩個指標的話 過去一直深深套路在股市裏面 那幾十萬億就差不多解套了 大學Sir 那你想想 如果有幾十萬億的人在股票裏面解套了 那你想想 接下來那個消費是不是很爆發式成長呢 你想一想 想得到 大學Sir 是不是 我同意 老實說一句 如果我們看到有關股市的方面 你有一些蟹貨就已經可以解套了 那代表什麼 代表錢就收貨出來 就完成了 還有 我經常跟大家說過 中國的人民不是沒有錢 是有錢 不捨得花的 你看看 有關貨幣的儲備 其實的時候真的很多 全體銀行的人也有很多不捨得把錢拿出來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呢 就是沒有什麼投資的好標的 還有錢拿出來怎麼用呢 我們真的不知道 我們也看回一個數字 其實這個數字是挺特別的 我們對美國的貿易信差應該是減少的 反而我們從今年為止 比去年的同期增長了4.4% 對歐盟的貿易信差更誇張 9.6% 還更加多 所以歐盟很害怕 對於東盟十國的貿易信差 真誇張 還有能板 包括電池 剛才李先生所說的 其實現在看到很多國家都對中國有關稅的限制 但是這個沒有所謂的 錢你要加關稅 你要令人民生活沒有辦法過得那麼好 是你們的問題 但是我們出口的產品是真的很優勝的 那你股市假一套 就是樓市又假一套 因為樓市其實現在我都看到了 最近在中山那裡 有些本來已經很沉寂的樓盤 開始大翻身 重新再來說 做什麼 當然是賣了 我不知道整個情況是怎樣的 但是供應量 其實李先生跟我說 其實一直在減少 那篇文章很重要 在減少 為什麼要減少呢 原因很簡單 賣光了 清光了 還有政府有很多措施 已經運作得宜了 那你當供求方面不再失衡 供就很少 那你樓市上不升 可以了 是不是 李先生 是啊 很多 我昨晚和兩個朋友吃飯 今天他問我一個問題 李先生說 現在買樓可以不可以呢 我回答他 我說 你打一份工 當然蘇勒非常理想 他打一份工可能 一分鐘可能一兩萬元一個月的了 一個家庭加上四五萬元了 那我說 如果 如果給我選 我就會把錢投入股市 為什麼現在方向性國家都鼓勵這件事情 如果你們覺得 你一個沒有時間 第二個 你沒有信心 去做另一個投資 你可以買樓 可以買樓 因為現在 其實現在樓市去到現在 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是底了 那當然買了之後 會不會再跌一些 這個東西不夠大 不過未來 就是說 就會 樓市 明年 最早明年 最遲後年 就是那個樓市 可能會出現短缺的 為什麼呢 他說 不是啊 現在的報紙 全部都說 中國的喜好 就是現在中國有的房 現在全中國人十四個都住不住 我問他 我請問你 他偷雞講 就是斷章取義 外資是說的那件事 是 現在中國有的房屋 是夠十四個人的住 但是他沒有跟你說 中國獻有的房屋 一半是要拆了來重建 太舊了 大衛sir 那這些就是有需求 我說 我說你明白那件事 他說是啊 他說不行 我還是想想 你買一間房子先 所以現在 是不是 就是 有時候 外資和你小朋友就是這樣 是啊 你真是健全這麼多房屋 但是問題是 中國有一半房屋 是超過二十年以上的 你過了十年 過了二十年之後 就要拆卸重建 但是問題是 現在你的供應量少了 就又慢慢 會短缺的了 特別現在中山 這個在一個什麼城市呢 一個人口增長 極之快的快速成長的城市 人口多了 是不是供應量慢慢少了 是不是一定會慢慢短缺呢 你說不是啊 理論上是這麼說的 這個理論上是 是的 還有我就看到 現在國家對於一些 你要遷冊一些城中村的 那它呢 就不會說 喂 你遷冊了我 補貼給你 而是呢 有一個叫做消費券 類似消費券的東西 就跟你說 你可以用那些錢去買樓 你買樓呢 我就補貼你的錢 你買了 那令樓宇的供應呢 其實相對來說 是少了很多的 那麼有很多城中村的朋友 就說 喂 我考慮著 好不好 就是去 給他遷冊 那些這樣的情況 他們現在在考慮著 因為呢 這個政策呢 我相信是會推動的 而且這個推動呢 就可以解決到很多 就是 樓房過剩的情況 我最近也有 有些朋友 就是 收了一些樓 但是收了一些樓 他們是什麼呢 就是 用一些價錢 便宜一點 補貼給他 令到他們 就 有樓住 那個地就收回 令到整個市場 就開始活絡出來 那對於買樓的 那個優惠政策呢 我覺得 就很特別的 現在很多 就地產商開始收緊 優惠政策 這個很特別的 是收緊 收緊的原因是什麼 我都很多人過來買了 就是 周賓時都有人過來 還有的時候 已經達到他們 今年所有的目標 大家想想看看 還有李先生說得很對的 中山是一個 人口不斷地高速發展的城市 因為工業房地產 我最近有朋友跟我說 喂 他好不好買一塊地理工廠 哈哈哈哈 我說好啊 正啊 你要買地理工廠 令到中山就更加發展 其實這是好事來的 這個思考方向 我覺得 大家可以想想 不是教大家投資 而是如何安居樂業 還有現在 我覺得首期是低的 會不會遲一下 會有首期再提高 現在15% 有些甚至是 低於幾個% 都有的 就是我 面對那些情況 所以 是不是一個好機會呢 就是我跟李先生說 如果首期這麼低 其實你也應該想想 一下 因為這個機會 可能遲一下就沒有了 我自己這樣看法 加給你李先生 是啊 總管回來 以前我認識香港的朋友 香港做二十多年前 就試過香港的房子 一樣是這樣的情況 就是很便宜 買不到 接著香港的房子 有時候華茂 華茂 接著就提出 是說 你買房子OK 20% 30%的首期沒有問題 你買了之後 我首期全部回贈了 就等於另一首期了 當時我的朋友 買了 現在一層樓就發達了 就是拿著一層樓 現在最高峰的時候 值900萬 現在值600多萬 都是跌了值600多萬 但是當時 他買的時候 是很便宜的 大哥 還是不用首期 首期 全額回贈 就是等於現在 好像現在 中山有某些盤 都是這樣做 就是你照給首期 但是我私底下 回贈給你 一樣 就是只要你現在 這時候有勇氣 入市 其實現在這麼便宜 你為什麼要害怕 就是其實 來說 就是現在 你中官看回美國 他現在行一個高通脹 就是高增長 其實也都說回一件事 就是現在中國 就是這麼低的通脹 其實是不是很理想 其實真的不是理想 就是要有回 每一年 有回2-3%的通脹 甚至3-4%的通脹 可能對社會的良性循環會好些 大衛生 這個是我同意的 資產增值 李先生和我說過 這個很重要 如果資產不增值 那就糟糕了 李先生解釋一下 好嗎 交給你 其實資產增值 其實資產增值才有黃度 好像任何東西 如果價值不提升的話 這些是沒有道理的 任何的東西 不過土地 股票 工資 收入 一定要增值 如果不增值 社會是沒有發展的 所以現在中國 現在有點尷尬 什麼呢 因為一個互聯網經濟 令到很多人上網買東西 現在做到公開透明度的價格 透明到你不相信 接著七、八家公司在那裡 大家比較 接著 這一家比一家便宜 一不夠你競爭便宜 這一個這麼過份的競爭 其實我覺得是變成競爭過份 令到很多商家 例如說我不夠你競爭了 那我就唯有低價政策 低價政策其實也是一個 傷害製造者 不是一定是好事 我同意 現在我看到很多的回鎮首期 就越來越少了 基本上就沒有了 因為賣得風風火火 除非一些地段不好的地方 你還可能會有這樣的優惠 但在地段不好的地方 你就想著升值的能力就低很多了 還有現在 你要再繼續內卷 對大家沒有好處 因為現在真的是賺錢的時候 如果你再好像之前那樣 就不斷減價 其實是沒有益處的 這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那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跟李先生說不完的事情了 每個禮拜我跟李先生聊天 節目裡面 都可以說出百分之六七十度 有很多事情都還沒跟大家說出 究竟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大家要留意 但首先 一個重點就是 中國整個環境就越來越好 希望大家留意這一點 多點關注一下 內地現在的整體法治 不要經常聽外媒說 中國很不行啊 很不行啊 拆遷啊 其實都有很多很多的 有很多舊樓重建的 是非常大的數字來的 今天節目時間就差不多了 感謝大家的支持 記得訂閱我們上頻道 留言、點贊、分享、看廣告 感謝李先生 多謝各位 拜拜